其实也有点匆忙 那我们本来在架构 码头或者后辽西跟整个东港地界的时候 其实上上礼拜那个论述是很完整的 当然现在规划团队大概也没有合损 那本来现场的情绪就很匆忙 因为刚刚有一些延迟 那现场好像也没有很多的事情 那基本上那个架构的论述 不管它是生态廊道 或者是它是未来霍辽西的 东港西的西畔 这些其实大概都还符合 整体的那个都还符合 那现在整体的环境改善 本来就是城镇地貌的一个精神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说 它除了环境的改善之外 它对于观光有很大的注意 这是咖善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的论述 而是在于说我们的现在的努力 内涵到位了 还有我们的说服力 其实我想 其实我相信现场或者我们今天 我们是有期待的 我们期待的是说 东港西的那个历代 大概怎么做 那刚刚建如师有把它带出来 可是那个图面 不好意思 那个图面好像一下子要让听的人有感觉或者震撼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还有一点就是说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另外上次也有拜托 曾天宏师就说是不是那个码头 那码头不在这个规划自己案这次的作业范围 但是码头会很重要 码头的整个意向会很重要 因为如何把它带起来说码头跟这些历代的关系 它会很重要 可是我们刚刚所显现的这个建筑物 我觉得是怎么样从历代转到这个造型 可能建筑师是 我是觉得算要在圣经里面 等到你这个 如果你真的能够论述说 我这个码头就像左边这两张照片 我就是又是一个历代的原生 但是这个论述要有说服力 那我是想说这个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这个丹营建筑 我刚刚听到的详细的详细 是营建筑都说他们过来在进行这个警告会 但是我现在靠谈你去它会变化 所以其实还有20天或者还有不晓得了 因为现在我们在白色中的一天 一上来就比较 进行来说应该是有问题 但是他到现在都还没关系 今天东方好像是几百多年了 今天会带回来教育 我都不晓得 但是我看起来没关系 这一天好像是不太容易 因为你召开会议的要 就微弯就要来弄 这样 那到现在就定了嘛 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是还是有 那我倒是很想了解说 这就是你们有什么困难的 我知道你们吃不饿 其实这样要把管律服务的说 这些好的团队 其实他们都有很多案子 要怎么排除 我反而比较靠偏向你说 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 或者甚至于说讨论的话 其实我上礼拜是有点不忍心的 我已经说管律服务的 我分别是 我是总共的 我在台中 我能够活力给你们促进 但是我想说 你行很安静 但是行啊 可能你也是没有人 所以今天也有这么多人 我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有可能在你来 那一百三百百 可能一天更好 会改善 我知道你们都是 但是这个东西一定会牵涉到的是 那个展现方式 那一定就要串得很精彩 因为这么目前还是一个 我们大概还是会建议说 县长下去简报 那大概目前我们知道 营丽书的竞争简报 大概全国的县长下去 自己简报的大概是 何期五万块钱 会这样做 那是怎么样让你们努力的成果 可以让县长可以来串取 然后就是很有说服力 这个大概还是重点